深夜的巨大多拉尼猫,你终于变了 2013年多埃梦生日快到的时候 地球上方的一艘太空船里 妮娜正在押送宇宙骇兽芒谷前往总部 突然一颗小行星撞了上来 妮娜前往仓库查看 发现关押芒谷的玻璃仓破了 芒谷趁机逃了出去 妮娜骑着银河小电驴前往追击 不过总是出故障导致最后没有抓到 然后芒谷就这样逃到了地球上 此时多埃梦他们正在后山见树乌露营 而大雄则偷偷地躲在一边看小超人帕门的动画 还一边吃铜锣烧 多埃梦过来抓包之后 看到电视正在播放铜锣烧广告 于是拿出连曲电视棒 将铜锣烧从电视拿了出来 此时天空音声巨响 芒谷闪亮登场 大雄他们闻声而至 芒谷趁机躲进了铜锣烧里 然后被多埃梦吃掉了 原子炉都消化不了 半晚大家开心地见好书屋各自回家去了 而多埃梦开始不停地打嗝 妮娜跟着信号发射器追到了附近 回到家中多埃梦胃口变好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然后他们早早就睡觉了 深夜爸爸应酬完回家的路上 撞上了一个巨大的狸猫 以为是大狸神 还把油炸豆腐给他拜了拜 第二天早上 大雄叫多埃梦起床 却发现多埃梦边睡觉边嚼着树叶 而妈妈则在数落爸爸昨天喝醉酒 吃光了冰箱的东西 然后大雄自己先去树屋 路上遇到了妮娜 因为妮娜也是小超人帕门的粉丝 所以他们两个一下子就投缘了 而终于起床的多埃梦跟静香一起来到了树屋 突然就听到胖虎跟小夫 正在抱怨是谁破坏了树屋 还把点心都吃光了 胖虎非常的生气 这时大雄跟妮娜一起过来 大雄也发现了树屋被破坏了 然后妮娜拿出了发信器 最终就在附近的芒谷 为了让露营能够继续 多埃梦拿出了树屋栽培组合 挖个土 埋个种 浇个水 树屋就这么建立起来了 为了防止再次被破坏 多埃梦还弄了瞭望台 同时还在周围布置了陷阱和警报器 傍晚大家在树屋烧烤的时候 小夫和胖虎说了前一天晚上的怪事 一只巨大泥猫吃光了超市的仓库 还在追点心店的货车 大家还是有点担心 晚上大家都在各自房间里休息 而大雄被多埃梦盯着补作业 然后快睡着的多埃梦突然出去了 此时外面传来芒谷的叫声 大雄马上滚下树屋 被两只小泥猫吓了一跳 然后警报声响起 大家却发现被抓的是多埃梦 而妮娜还在继续搜寻 所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了 隔天大雄又来找妮娜 然后妮娜告诉了大雄芒谷的事情 她会侵入到宿主体内 趁着睡觉的时候起来活动 而且食量超级大 会吃光整个星球 然后大雄吃了一个 妮娜带来的宇宙零食 两人就此分开 路上遇到买菜回来的多埃梦 大雄将芒谷的信息告诉她 然后开始觉察 宿主不会就是多埃梦吧 那天晚上 妮娜用果实想要把芒谷引出来 然后大雄发现多埃梦跑了出去 于是去追 结果发现芒谷就在多埃梦体内 大雄拼命想要叫醒多埃梦 但是没有用 然后她马上跑来告诉妮娜 妮娜准备用冷冻蛋抓住多埃梦 大雄担心会伤到多埃梦 于是阻止了她 之后大雄一边丢果实 一边吸引芒谷到宿物的陷阱里面 中了陷阱的多埃梦终于醒了 然后大雄告诉多埃梦实情 多埃梦本着 我是高性能机器人的自觉 开始自我检查 却被告知放弃治疗吧 然后用胡椒粉马桶塞等各种道具 还是不行 而且自己又快睡着了 这时多埃梦的一个轻声电话过来 大雄着急求救 于是多埃梦将迷你多埃变小 想要让她进去抓住芒谷 结果也不行 而后多埃梦回到未来想办法 多埃梦通过钓鱼来打发时间 此时妮娜又找了上来 她告诉大雄 再过三小时 芒谷就会完全占有多埃梦的身体 而大雄告诉妮娜 他们已经在想办法了 为了不让多埃梦睡着 大雄让她吃下了宇宙零食 果然睡意全无 还自带鬼畜 就在妮娜跟大雄准备 去拿更多的宇宙零食时 多埃梦被一只老鼠下晕了 然后芒谷又重新占据了多埃梦的身体 为了不让芒谷冲向城市 大雄用果实吸引芒谷到树屋上面 而妮娜的车又出了问题 于是只能靠大雄自己跑了 快撑不住的时候 胖虎他们赶来帮忙 大家一起将芒谷带到了最顶端 然后大雄不小心按下了重置按钮 于是大家一起往下掉 妮娜及时接住了大雄 后山也及时接住了芒谷 时间只剩15分钟了 然后大雄想到了那个关键道具 于是小超人帕门出现了 原来是多埃梦把她从电视连了出来 之后在帕门的帮助下 终于抓到了芒谷 多埃梦也醒了过来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还是很感谢大家 最后他们一起在大雄的房间 给多埃梦庆生 全书探秘幼资源 失去真相动漫圈 下期我们接着聊